女生临时放你鸽子怎么破口 她说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可能来不了了 女生这么做 多半说明你没那么重要 遇到这种情况 千万别着急 看德哥怎么操作 就这么简单 故作冷漠 一个字 打呀 兄弟们 这个好之计千万别错过 必须好好地利用他的一个 迁就之心 咋了嘛 这锅必须得甩啊 富翼确解他的意思 陪他演气 他说 主要昨年跟朋友喝酒喝得太晚了 有点头疼 明知是借口 假装理解 而且呢 自己还很迟路 继续引发他的一个歉疚 他说 哎呀 那要不晚点行吗 哎 反刻为主 分分钟拿回咱们的主动权 嘱咐的鸭子 还把他跑得不长 啊 看我怎么说啊 假装看透一切 展现无所谓的一个态度 玩的就是心理博弈 哎 要你主动承认 并且呢 主动弥补 嗯 他说 没有强扭啦 我的错 那你要我怎么做呀 聊到这儿啊 他概率就是要成功了 就看我怎么接 啊 当然呢 是不可能被你左右的啊 看我的啊 记高一头啊 啊 要怎么做 你自己看着办 暗示的够明显了吧 啊 他回了啊 他说 好了那 那你不要生气了吗 不动声色 试探一波 哎 拉近一下距离 他说 那我是该庆幸呢 还是该伤心呢 嗯 告诉我啊 不借我这啥啊 得到谁啊 还治不了你 啊 假装不在乎 云南风轻 看你听不听话啊 行 不生气了 哎 目的大道啊 看我怎么说 暗示自己对他的一个关心 也表明自己的一个细致体贴 拉伸好感度 他说 嗯 你不是说直打女朋友吗 哎 一个吃话就不行 都到这一步了啊 那咱就不演示了 直接搞定 幽默回答他啊 他说 哈哈 我记住啦 搞定兄弟们 如果你也遇到了感情问题 欢迎来找我聊聊